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不愿意再坐爱里克的马车 来到庄园 台思才知道德伯夫人是个瞎子 向重她的不是德伯夫人而是爱里克 很快 台思被爱里克调去专门为她养鸟 她经常找借口接近台思 但单纯的台思并没有察觉到她的意图 美丽天真的台思 在这弱强势的德伯庄园里 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欺负与排挤 爱里克起满过来 假意地扮演了一个守护者的角色 作为一个渴望得到保护的弱者 台思对爱里克的信任逐渐增强 戒备逐渐减弱 台思在她的马背上睡着了 等再次醒来 爱里克已经将她带进了幽暗的森林 单纯善良的台思又怎么会是她的对手 终于在一个大雾的夜晚 爱里克又尖了她一直垂涎的台思 在之后的一段时间 天真的台思在爱里克的诱骗下 做了她的情妇 但后来 台思还是决定离开庄园回到家乡 台思趁庄园的人还在沉睡 就带着行李偷偷离开了 但最后还是被爱里克追上 她告诉台思 只要她有需要 她都会尽力满足 听到爱里克这样的话 台思还是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在家乡 台思生下了一个孩子 面对家人淋漓的鄙夷 台思艰难地抚养着 这个不被世俗接受的孩子 最后 孩子因为身体过于雷弱 没有活下来 台思为孩子请来了牧师 想让牧师帮自己的孩子进行洗礼 但父亲因为害怕丢人 不肯让牧师进家门 最后 台思只能亲自为自己的孩子做洗礼 第二天 台思找到村上的牧师 希望他可以替自己的孩子 主持基督教葬礼 但牧师却以 这是全村的大事 拒绝了台思的请求 台思愤怒地跑出牧师的家 深夜 台思独自到野外埋葬自己的孩子 阴郁的天空 大地被灰色笼罩着 令人有不如地狱的错觉 台思把自己做的十字 下放在孩子的坟边作为庇护 他固执地认为 是自己的罪 让孩子失去了被神庇护的资格 他被上帝残忍地抛弃了 台思再次离开了家乡 他去了更远的地方锦油奶挣钱 台思的踏实能盖 让他深受雇主和工友的喜欢 在这里 台思遇到了他人生中的光 安吉尔 安吉尔是一个牧师的儿子 但他并不愿意像父亲一样做一个牧师 他甚至不信奉宗教 安吉尔追求自然 他喜欢在田间劳作 所以才放弃了家里安逸的生活 来到这里学习挤牛奶 挤奶厂所有的女工都对安吉尔有好感 而安吉尔却因为台思在餐桌上的发言 对台思一见钟情 这天挤奶厂的女工一起去教堂做礼拜 却被水坑阻断了去路 他们扶着岸边的杂草 一步一驱地走 刚巧这时 安吉尔从对面走过来 看到他们 安吉尔嘲笑他们是个怕水的猫 但最后还是把他们一一抱到岸边 第一个女子激动不已 第二个女子紧张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第三个女子对台思说 自己要紧紧地搂着他 等到了台思 他却坚持说要自己走过去 安吉尔对台思说 自己之所以抱了前面三个 就是为了和他的这一刻 太久没有得到关心和爱护的台思 在此刻被深情的安吉尔打动了 他和安吉尔相爱了 安吉尔决定赶回家告诉父母这件事 当他向父母提起自己结婚的事时 他们希望安吉尔可以娶和他们家门当户队的马西 安吉尔坚定不移地非台思不娶 在安吉尔的坚持下父母还是同意了 安吉尔兴高采烈地回到吉南场向台思求婚 可台思却拒绝了他的求婚 安吉尔追问台思 为什么不同意自己的求婚 台思支支吾吾 不敢将自己以前的经历告诉他 在安吉尔的不断追问下 台思几次都想将真相告诉他 但想到母亲的信中 千叮咛万嘱咐自己不要将以前的事告诉安吉尔 台思还是选择了隐瞒 在安吉尔不懈地坚持下 台思终于还是被感动了 他接受了安吉尔的求婚 但他的心中 始终因为对安吉尔的欺瞒而寝视难安 婚礼前 台思鼓足勇气在信中将自己的事告诉了他 一整晚 台思都在等着最后的判决 还好 第二天安吉尔照常来找自己了 台思在心里松了一口气 婚礼前 就在他为安吉尔装饰房间的时候 在地毯下看到了那封信 原来安吉尔并没有读过信 台思再次陷入挣扎 婚礼当天 台思的内心一直在纠结 直到婚礼结束 安吉尔将他带到提前准备好的爱君 在那里 安吉尔向台思坦白 他在伦敦时认识了一个比自己大的女人 两个人在一起交往了几个星期 面对丈夫的坦白 内心痛苦不堪的台思终于将一切向丈夫坦白 一直将台思看作纯洁象征的安吉尔 听到妻子曾经做别人的情妇并生下一子 愤怒地拂袖而去 台思追出质问安吉尔是否还爱自己 而安吉尔却告诉台思 他不再是自己爱着的女人了 他将台思看作不忠贞的女人 而他的不忠贞是因为他那没落的家族 虽然他们还在一张餐桌上吃饭 但他们早就相对无言了 安吉尔决定离开这儿 离开前 安吉尔见到了急难场的伊斯 他问伊斯是否愿意和自己离开这儿 伊斯没有犹豫就同意了 安吉尔质问他 你不担心别人议论你吗 伊斯回答 我不在乎 那你比台思爱我吗 不 台思比任何人都爱你 他可以为你而死 但我做不到 听完伊斯的话 安吉尔还是驾着车离开了 安吉尔离开后 台思也无法在这个曾经带给他无限幻想的家里继续待下去 他回到家后 开始学会用酒麻醉自己 之后为了养家 台思开始四处打工 做最苦最累的农活 这天 爱里克找到了台思工作的地方 他想要劝台思和他回去 却被台思拒绝了 爱里克就那样在一旁等了他一天 看到台思停下了工作 就立刻走向前 可台思的回答依然是拒绝 愤怒的爱里克扔下一句狠话便离开 因为父亲病重 台思回到了家乡 但父亲还是在不久后离世 父亲的过世 使本就穷苦不堪的家 愈加风雨飘零 全家人被赶出了原本的住处 交不起房租的母亲 带着几个孩子在街头露宿 这时的台思还幻想着安吉尔的原谅 他坚持着给安吉尔写信 但寄出的信件如石沉大海 胜利与心理上的折磨 使台思不堪重负 这时爱里克出现了 爱里克是个流氓 但还算有点人性 他知道了台思离开德博庄园后的经历 得知了台思曾养育过两个人的孩子 台思的人生也因为他的自私变得痛苦不堪 爱里克真的对这个纯洁而坚强的女人动容了 如果说爱里克之前对台思的感情 是起源于感官上的吸引 那么现在 爱里克真的爱上了这个美丽 纯洁坚强的台思 爱里克答应台思帮他和他的家人 度过面临的难关 条件是 台思再一次成为他的女人 他的爱并不伟大 甚至是过于自私和卑鄙 但他还是爱了 尽管爱里克自私卑鄙 却比那个像天使一样出现 却又诺夫一样逃脱的安吉尔值得原谅 台思又一次成为了爱里克的情妇 过着物质上优越的生活 但是追求完美 天真纯洁的台思 永远不会爱上这个害了自己一辈子的男人 台思尽管活着 却已经死了 这时安吉尔又出现了 他在外漂泊多年 终于说服了自己接受台思 可就在他找到台思家里的时候 那里早就被其他人占了 经过多方打听 安吉尔终于找到了台思的新家地址 找到那里 开门的是台思的母亲 母亲告诉安吉尔 台思现在并不住这 他要安吉尔不要再打扰台思安稳的生活 但面对他的苦苦哀求 台思的母亲还是心软 将台思现在的住址告诉了安吉尔 安吉尔找到台思的住处 见到的是一副贵妇打扮的台思 台思被安吉尔的到来吓到了 面对安吉尔那迟来的原谅 台思内心充满了无奈 他将自己的现状告诉了安吉尔 现在安吉尔能做的 只有马上离开 安吉尔走后 台思跑上楼扶在餐桌上痛哭 这时埃里克从卧室出来 询问台思为什么又哭了 台思没有回答 只是哭 安吉尔的到来 让台思再次陷入了痛苦和矛盾 他痛苦地觉得 是埃里克使他第二次失去了安吉尔 便愤怒地将他杀死 楼下的女佣看到天花板上渗出的红色 踩着椅子就近查看 才知道是血渗透了地板 杀死埃里克后 台思坐上去找安吉尔的火车 告诉安吉尔自己一切的过往 包括亲手杀死了埃里克 相比于台思的婚前尸身 安吉尔表现出的愤怒和惊慌 对于谋杀 倒是接受得相当痛快 安吉尔带着台思逃到一处空宅 在里面肆意地爱着 放纵的空气中 弥漫着一股绝望的味道 最后 安吉尔和台思在神坛上被发现 当时台思正在睡觉 马提升将他惊醒 在他醒后 望着来捉自己的人 台思平静地说 走吧 一行人逐渐消失在远方 飞蛾最终死在一脚缩火焰之中 壮烈但悲哀 但是他也终于不再寒冷 电影到此结束 但是我却经常会想 即使无法爱上 但台思为什么不能原谅爱里克呢 毕竟爱里克爱着台思 愿意对他负责 愿意为他付出 如果台思真的原谅了爱里克 就这样和他过一辈子 虽然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 却也不会成为悲剧 但是台思单纯的性格 决定了他永远也不会原谅爱里克 像雪一样洁白的台思 最终被完全毁灭 这一切悲惨的遭遇 似乎来自于那无情的命运 所精心谋化和设计 安排逝世的宇宙主宰 通过命运的巨王 毫无怜悯地将好人 善良人笼罩于进退为谷的苦难陷阱 揭露了禁锢众人的思想 强调真洁 压抑妇女社会地位的虚伪道德 台思的悲剧命运 反映了时代和社会的无情 宗教主义的腐朽 对人性善良的荼毒 心灵纯洁的美丽姑娘台思的悲剧 是丑恶的社会现实造成的 这也是那时女人的可悲之处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丹妹 我们下期再见